有一个豆瓣女网友和自己的妈妈呀 第一次讨论男性嫖娼这个话题 然后呢这个女网友啊 他跟他妈在微信里聊天啊 说你怎么看啊 这个十男九嫖成不妻我 带姐妹看看真实的男人 他这个女网友啊 就给这个妈妈呀发了一个 关于男性嫖娼的调查报告的这么一个链接 结果这个中年大妈呀 说什么呢 世界没想象的那么好 但也没你想象那么坏 行行司司的人都有 男女都有好人 但也都有坏人 现在有理智的男人为了身体健康啊 也不会随意嫖娼的 不计后果乱来的男人呢 不会多于理智性的 做好自己 带着适当的警惕感 我愿意把身边的人都往好的方向去想 然后这个女网友啊 这个女儿就说啊 人的好坏和嫖娼没有必然联系啊 老实人就不会吗 也不一定啊 嫖娼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你说的对 应该带有警惕感 所以我觉得也不能往太好的方向想 然后呢 这个妈妈就说了 你都还没有正式进入社会 就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 为什么呢 啊 这不是一般都是离一家庭的孩子才会有的感觉吗 啊 你为什么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呢 啊 这个妈妈的这个中年大妈的这个逻辑就是什么呢 你对男人失去了幻想 你就等于对生活失去了热情 嗯 这真的是啊 这大妈的逻辑 然后其他的年轻女网友啊 就跟着在评论区里评论了 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 他甚至怪我太多疑啊 然后这个楼主说呀 他甚至开始说我厌世了 还有的说呢 同一个妈加一 怎么可能就让你碰上家暴出轨男呢 然后还说呢 呃 同一个流程 有的这个其他的女网友说啊 他说我厌男 啊 这个 还有的说呢 更有其他的女网友也附和了啊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 但是我妈呀 好在呢 他让我多谈恋爱啊 不结婚他也同意的 然后说呢 有的其他的女网友说呢 你妈妈是擦亮眼 拍和我妈一样啊 接着呢 就会扣你啊 消极呀 负能量的帽子啊 还有的呢 这网友就就用这个 以先知到自相矛盾的这个逻辑啊 以先知到换知前知之后 直升了 说你问问你妈是不是真的这么想啊 那你爸爸是不是理智型的呢 就是理智型男人不嫖娼吗 这个女网友都说了 我爸就是嫖娼的呀 被我妈抓到了呀 我妈可能现在忘记了 哎 我发现很多中年大妈都会选择性遗忘 让他们感到痛苦的 这个事情 好像没发生一样啊 这个脑子呀 这个脑龟脑脑勾回呀 就好像被晕点晕过一样 又平平整整的了啊 为了健康身体健康不去嫖 无意冒犯 但你妈妈和这男的呀 以及部分女性想法是一样的 不去嫖的只是因为脏 而不是因为这是犯法的 这是对女性性资源 性自由的剥削 他不认为这是犯法的 这是罪恶啊 你看很多男 这个中年大妈就这么想 而这个楼主就保留了 说我爸小时候就出去嫖过啊 我怕一提这个他难过啊 初中啊 他俩闹离婚的时候 我去他们房间 房间抽屉啊 翻到了避孕套 结果呢 我妈也说那是我爸的 他在外面找小姐 啊 这个可能他忘了 反正我记得 我发现中年大妈就这样 善于自我欺骗啊 啊 这个我就发现一些中老年大妈所谓的忘好处想 他是怎么想的呢 就想的哎呀 我老公去按摩店啊 只是陪客户 我老公不着家 是因为工作忙啊 我老公给女主播打赏 只是因为好奇 试试 然后呢 啊 还有的说啊 女网友的历见是吧 带引号的 说人的好坏 和嫖娼没有必然联系 老实人就不会吗 然后这女网友就反变这句话啊 说都嫖娼了 为什么还敢 还好意思叫什么老实人呢 在我这里啊 嫖娼的男人 都是坏男人 都是坏人 好男人 老实人才不会嫖娼呢 对不对 然后有的女网友就说了 说我和我妈聊天啊 觉得我妈才真的是天真啊 天天的吐槽我爸 我奶奶啊 我我爸在他怀孕的时候喝酒 从来不做家务 出轨 发疯 一个不辣 但是我一说 男的美好东西啊 这个我妈又说了 又是人人都和你爸一样啊 这他他就觉得呢 我觉得中年大妈的逻辑 也是非常的可笑 非常的荒谬 不经不起推敲啊 凡是他遇到的都是坏男人啊 只要是女儿遇到 就百分之百是好男人啊 就是就是 垫底都是好男人了啊 随便把女儿啊 闭着眼就抓一个都是好男人啊 但是呢 他就不想想他自己 为什么就摊上了一个坏男人呢 我发现这些大妈真的是好笑 这种双标的逻辑 然后呢 还有网友说呢 我妈也是这么说的 难道这世界上就没有好男人了吗 我也觉得有 可是呢 为什么小概率的事情就一定会被我碰到呢 我说以后我不想结婚 然后呢 我妈就说 人的想法会改变的 你一定会想结婚的啊 真的就没什么跟这个父母好聊的了 然后呢 还有的网友说呀 同一个妈妈 要说呀 就都是这种思想啊 就说 哎 如果都像你这么想 那人类就灭绝了 我说 那灭就灭吧 会有啥关系 还有个女网友说 我是治疗公司的 告诉你们啊 很多医生嫖娼 找我们医药代表的报销的 医生 够懂嫖娼危害了吧 照样嫖娼 然后还有网友说呢 我爸妈也是 我说呀 以后不结婚的原因之一啊 就是没信心 遇到一个没毛病的人 我爸说呢 啊 你非要这么极端吗 然后我说 可这种东西 你为什么非要赌呢 赌输了怎么办 然后我爸说 那你知不知道 有种东西叫做感动 你感动了 它不就不会发生不好的事了吗 哎呦 他爸竟然还上来了违心论啊 就是你感动了啊 男人就不就就就不会做坏事了啊 你感动了 你相信男人了 男人就是好人了啊 你相信男人 男人就不会做坏事了 这就是这个父母的逻辑啊 然后还有的女朋友说呢 我也爆料一下啊 我之前是在政府工作的 有个警察 老婆怀孕的时候 嫖娼被抓了 开除公职 警察给我了解 这是违法犯罪吧 照样嫖娼啊 然后呢 还有的网友说呢 你我妈说呀 你别天天盯着这些少数的 哪有那么多坏人呢 哎呦 看看这些中年老大妈的逻辑啊 还还是那个网友说啊 就是做医药代表的那个 说我家啊 在重点肿瘤医院附近 医医院对面很多积电呢 很多陪床的男的啊 中午时间利用 出来买营养汤的时间嫖娼 啊就10分钟的事 你以为他们需要3个小时吗 还有的说呢 我妈也这样 她一天问我啊 有没有对象 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一天天啊 就给他分享 什么女朋友被杀呀 老婆被家暴啊 她又说 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 我就问她 那你怎么确保 我就找到的 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啊 我妈就没话了 还有的女朋友说呢 我跟我妈说 大班同学 大学的同班同学去嫖娼 我妈竟然不敢相信 啊 说我是瞎编乱造的 还有一个 我们这个 豆瓣上非常 熟的这么一个爱丽 她是很很坚定的 铁牌的 这种女权主义者 她这么说 一般爸妈的年纪啊 无论你抱怨工作 学业压力 人际关系等等啊 都会是这样 有时候真的很羡慕她们 真的是对很多事物 充满了热情和热爱 充满了天真的幻想 还有的说呢 我妈就是傻白甜 然后我妈说呢 大部分还是好男人 我反问 那你活到中年 见到的出轨嫖娼 事情还少吗 这个时候我妈就不说话了 这个还是那个 非常知名的那个老ID 女权分子 她说呢 她这种无限热爱呀 从不失落丧气的同时呢 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冷漠 不是他们本人 而是那种无动于衷 你给他们看 一千个社会新闻 他们依然会说啊 人有好有坏啊 好力总是很多 不要关注这些扑面的新闻 多出去走走 断了身体 不要这个 我发现这妈妈味啊 就这些中老年妇女们呢 尤其中老年妇女们 傻白甜是真的是傻白甜 而中老年男性呢 那是完全的站在男性的立场上 忽悠自己的女儿 赶紧进入男权的这个择偶市场 像我呀 我总是被跟我那些同龄的呀 你说男的这么忽悠自己女儿啊 我还能理解 我就是被我主要是被那些 和我同龄的啊 你像我这种年近半百的 这种中年老大妈呢 你说呢 我说我作为他们同龄人呢 你说我还不了解他们怎么想的吗 但是我总是被他们这种天真浪漫呢 感到震惊啊 就是震惊的就说不出话来 就就就不能理解 我不能理解他们 因为跟我是同一个时代长大的呀 你就要说他们也都是一脸褶子的老大妈了吧呀 啊 这为什么脑子就不长褶子呢 啊 这个脑膏灰不就是褶子吗 啊 你说你这个脑膏灰都那么平滑啊 都那么平整啊 那么光滑 那你不就跟白痴一样了吗 你说你也活到快快50岁的人了啊 就就我说我的这些同龄大妈们啊 要说呢 也都是经历过 83年严打抓起来的那一大批啊 男的女女搞破鞋啊 耍流氓啊 什么光屁股跳舞啊 就那种淫乱分子 你说那个时候社会分歧有多纯洁 有多干净吗 不也那样吗 也都经历过90年代下岗潮的时候 东北男人骑着自行车 驮着自己老婆去卖银 既然能卖银 就说明有这个啊 嫖娼的这个风气 社会风气非常盛情 90年代嫖娼那真的是非常普遍啊 没有不嫖娼的 我就没干过 没听过 就说哪个男的不嫖娼 我没听过 哎 你说以前的那个社的时代啊 那个社会风气有多么的淫乱啊 多么的下流 他们难道都得了这个老年痴呆症 要说我这个50岁我还没得老年痴呆症的吧 是不是 都得了老年痴呆症啊 失忆了呢 我就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个个都 我这个同龄的大妈们都装的好像 以前的中国人有多正派都纯洁一样呢 那我作为同龄人我得揭发一下他们 我小的时候和我年轻的时候 时代风气没有他们装的那么纯洁那么正派 不是天真 而且我不认为这些大妈妈是天真啊 我认为他们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假天真和懦弱 很多呀 我这个年纪的中老年人呢 是很害怕 就是自己进入择偶期的女儿啊 因为看的太明白 太清楚 拒绝进入婚联时长 不肯像当个年轻生那么傻了啊 就怕女儿拒绝被男人吃啊 被男人吸血 因为女儿啊 一旦成为嫁不出去的圣女 砸在自己手里 就意味着自己人生的失败 什么 你家居然无法给男权社会贡献祭贫 别人都能献出自己的女儿给男权吃 凭啥你家就不能呢 你家不能给男权添砖加碗 这就是你们作为父母的失败 所以呀 我看到了我这个年纪的啊 跟我同龄的大妈大叔们呢 就为了他们嫁不掉的这个女儿啊 感到的多么的羞耻啊 惭愧啊 哎呦 我们家居然不能给这个男权添砖加碗 哎呦 我们家不能进行祭品 哎呦 我们好失败 啊 就就这种思想 那因为呢 什么呢 因为女儿啊 在男权社会里 她就不是父母的后代接班人啊 女儿就是外星的 外星人养女儿就是养给未来不可知的 男方家庭的啊 大牲口 建畜 父母呢 可以拿女儿了来换什么彩礼啊 啊 作为养老工具的保姆啊 啊 乃至无偿供养娘家的提款机的啊 如果是女儿的纷纷觉醒了啊 拒绝进入男权主导的婚姻市场了 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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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销品不就砸在自己的手里了吗 成为这个烂在自己手里了啊 这个买卖就亏死了 养女儿的这笔买卖啊 给男权社会养女儿的这个买卖就亏死了 所以啊 一连者的大妈们都必须装起天真浪漫到了白痴的地步 这我得揭发她们 哎呦 我是她的同龄人啊 我了解她们 你现在的这个年轻女孩子呀 都搞钱不搞男人了 因为她不相信通过网络啊 通过现在的时代的进步啊 通过生产关系的变化啊 再通过现在的生活的这种压力啊 他们就发现啊 男权最大的可能就是爱情 忽悠女性被男性所吃 是吧 只有中年老大妈妈还活在相信爱情的群鸟 时代里 因为呢 他们精神上还不能抛弃男人独立行走 哪怕他们全都赚钱养家呀 甚至养自己的废物老公 甚至养自己的啊 这个唱鬼老公 那有的就又吃喝嫖赌臭啊 啊 又是吸毒 又是这个烂赌 可不 那你就是给这个老公当驴拉磨的吗 但是呢 这些大妈妈呢 精神上啊 还就是离了男人不能活 啊 这不就是两代人的认知差距吗 我发现唯一的这个年轻女王有天真就在于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啊 是在装天真啊 我作为他们同龄人呢 我必须得介绍他们 就是装啊 天真的毛啊 都一把年纪了 什么社会什么你没见过啊 什么你没听过 我发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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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将世界的像